台东一名理性妇人 昨天被自己家里养的土狗咬伤 造成手脚多处撕裂伤 连神经都被咬断 目前已经转送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 进行显微手术 医师表示 必须等咬人的狗化验结果出炉后 才能确定这起事故是否是狂犬病案例 疑似狂犬病病例的理性妇人 昨天晚上转送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 进行显微手术 刚已表示目前要等咬伤理性妇人的狗 化验结果出炉之后 才能知道理性妇人是不是狂犬病患者 我们目前知道这是一个老年的女性病患 那她昨天被这个 她所饲养的犬肢咬伤之后 她有即刻送往台东的医院 进行了必要的一些处置 包括这个狂犬病毒的疫苗 经过政府卫生主管机关的评估之后 是有让她施打 那因为她的一个伤口是比较复杂一点的伤口 所以后续有转到本院来接受一个后续伤口的一个照护 那目前她有经过初步适当的一个处置之后 目前病情是稳定 那我们就是在后续的一个伤口处理 67岁的理性妇人先前在农地种菜时忽然被自己的狗蒙咬 因为伤口实在太深 台东方面的医院担心妇人会受到感染或是染上狂犬病 才会转送到高雄医学大学的附设医院 至于到底是不是狂犬病的确诊病例 医师表示现在要等化验结果出炉 才能确定被咬的妇人是不是染上狂犬病 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捕获那个就是咬伤它的动物的话 那后续当然就没有办法完全针对动物本身去做一个检验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就要看它曝出的这个发生的地区 是不是在我们目前国内已知的这些比较高危险的地区 来决定下一步的一个作业 那至于我们目前的技术能力上 是没有办法直接从这个病人的伤口直接去做采集 以目前的医疗技术来说 万一民众被动物咬伤 最好能从咬伤人的动物身上采取检体 才能确定是不是被感染进行更完整的治疗 提醒民众外出时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 尽量不要靠近陌生的动物 以免增加被感染的机会 港都新闻邱品琪洪富人采访报导